疫情冲击全球的大背景下 世界多个地区面临着爆发战争的风险 大国间的矛盾成为世界安全局势的主要问题 即便国内矛盾十分严重 世界霸主美国都没有停止对其他国家下手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 美国空军正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据了解白宫方面有意缓和美国和伊朗的关系 正在就重返伊核协议采取积极措施 同时五角大楼也在逐步的推进美军中东撤军计划 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调集更多的精力去应对东欧和亚太局势 外界分析认为 美国正在将全球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一场大战随时都会爆发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发出警告 表示如今世界局势的紧张程度 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当媒体问及基辛格美国可能会和谁开战的时候 基辛格也给出了观点 他的答案烂全场鸦雀无声 基辛格指出 美国会最先和俄罗斯开战 事实上 美国政坛内部一直存在一个高度共识 相较于亚太正在崛起的大国 俄罗斯一直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美国政府认为 俄罗斯呈现出的军事赶超趋势 正在对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造成威胁 所以一旦有机会美国会最先向俄罗斯动手 已经98岁高龄的基辛格被誉为美国的超盘手 其在20世纪70年代处理过一系列 极其棘手的外交事务 多次将各国从战争边缘拉回了谈判桌 由于基辛格拥有独特的外交见解 思考问题终能够站在全球局势上进行分析 哪怕已经泄冷多年 在美国政坛内部能量有极高的地位 言论相当权威 近几年美俄的关系急剧恶化 双方虽然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 但一直在相互对抗 连表面的平和都无法维持 如今俄罗斯正在常规的军事力量方面赶超美国 员现出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一大批先进武器 这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军事地位 因此美国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压制俄罗斯的崛起 必要情况下甚至不得不考虑动手 目前美国虽然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主要对手 但其他国家也不能够放声警惕 各国必须提高自身实力 以备不时秩序 美国最近对俄发起了一波先礼后宾的迷之操作 先是拜登与普京打了今年以来的第二通电话 表示寻求美俄建立稳定和可预求的关系 进而提议数月后在第三国举行分会 仅两天后 美国就寄出了一系列对俄的制裁措施 俄罗斯可不是乱试着 当即强硬表态 美国做法不可接受 近期会予以回应 原本以为这将带来美俄建制裁和防制裁的升级 没成想美国的态度反倒微妙了起来 说不希望俄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没有达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的地步 一种担心再次被提得出来 美俄对抗是否正在利空出境 双方要走近了 有人拒齿担忧 这会对中国外交不利 第一 美俄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在拜登昨天以干涉美国大选 发动网络袭击为由 宣布对俄罗斯的又一轮制裁 这一轮制裁是13日 拜登普京通话时提到过的 和以前的言论交分不同 这次可是实实在在的制裁 六家将六家俄罗斯科技企业列入了黑名单 美方指控他们支持了俄情报部门的网络攻击计划 八个制裁与俄在克里米亚活动的八个实体及个体 使人将驱逐俄驻美国外交使团的10名人员 白光称 这些人员中有俄情报人员32个 应干涉美国大选制裁32个实体和个人 还有两项尤其值得多加琢磨 一是白宫首次指控俄罗斯对外情报 是利用平台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实施者 一名美官员还表示 有一些举措将是不公开的 按时美国可能采取秘密行动或同样的发起网络攻击 如果这样将意味着华盛顿意识到了 单靠制裁已经不够 需要把网络攻击视作对俄施加的新杠杆 针对对俄罗斯发起的一系列网络秘密行动 这将极其危险 它很可能导致新的不稳定局面 是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实施最重要的金融制裁 美国财政部将从6月14日起 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参与俄罗斯一系列的债券及基金投资 当然这个威胁对俄罗斯来说不值一提 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数据 俄罗斯在国外持有的政府债务约为410亿美元 这样的金额实在不爽多 相比之下 仅今年前三个月 美国就发行了约2740亿美元的主债券物 另据伦敦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 美国投资仅仅仅俄罗斯政府的债务总额的7% 然而这一步骤可能不是 也不应该被视为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 寄出金融武器具有标志性意义 接下来 美国还可能对俄使出更加严厉的手段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说 已经做好动用各种手段对付俄罗斯的准备 而且这不是拜登政府对俄的第一次制裁 上个月 美国以俄罗斯打击反对派人士为由 对俄实施制裁 这一制裁与欧盟保持了同步 激起了舆论的滑栏 远不如最新这一轮 美俄关系看起来一直在螺旋式下降 美俄关系真的会持续恶化吗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 就在宣布新制裁之前 普京和拜登丹通过一次电话 拜登表示寻求美俄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 进而提议数月后在第三国举行峰会 有人将美国这波先礼后兵称之为迷之操作 其实一点不明 在今年3月就纳瓦利市内事件 对俄发起的一系列制裁后 白宫已经多持威胁说那还只是开始 有关干预大选和黑客事件调查的持续 也使外界普遍的预期新的制裁快来了 一个可能的画面是 拜登13旅拨通了普京电话时 普文旬的办公室的案头 已经摆上了对俄的制裁文件 这位美国总统嘴上说着 寻求与俄的关系正常化 同时却在面前的制裁行政令上签下了名字 甚至在通话中 他就释放了最佳制裁的信号 当时他对普京说 本可以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但最后决定采取比较适度的措施 而俄方跟进也很迅速 首脑通话第二天 时事旅 克里姆林宫就召见了美国的驻俄大使 当面预警 如果美对俄实施新的制裁 俄将用最强硬的方式予以回应 在美申布新制裁后 俄罗斯也都反应迅速 说到做到强硬的防治马上就到 换句话说 普京13旅拿起电话时 也早已经对美方出唇 又说准备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通话 并且示范可能举行收脑会晤的信号 因为美俄双方确实都有需求 随着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加剧 美俄急需对标 拜登想充分地榨取 乌东危机的剩余价值 目的是进一步地在俄欧之间 打捞乌克兰问题这个挟制 二是借机地提升北约的现实功能 北约对华盛顿的意图也是心领神会 美国宣布对俄的新制裁后 北约第一时间表态支持美方决定 针对乌东部的局势 北约最近也有多种方式 与乌克兰保持着沟通协调 但利用归利用 拜登政府又不想真的陷入乌克兰危机 美俄双方都有着相互就彼此摸底 划红线 避免战略误判 引发的更直接冲突的需求 除了封口烂尖的乌东局势 双方还有通话和见面的其他理由 在重返伊核协议 撤军阿富汗等问题上 拜登政府也需要与俄罗斯沟通 避免俄制造麻烦 三 这个背景丰富了外界观察 美俄这轮过招的角度 有人认为 双方都对彼此手下留情了 除了拜登自己声称 本科采取更严厉措施 但没那么做 美方这次祭出的制裁 也确实被一些专家认为 不会让俄罗斯伤筋动骨 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后果 仍是相当小的 穆斯科即便实施对等法制 也被认为保留了 举行双边峰会的政治空间 对俄来说 美国的挤压涉及生死 不是活得好与坏的问题 对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 美俄关系 学界这些年流行的一句话 依然试验 美俄关系没有最低点 只有更低点